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建文 父母一直要交我FB 怎麼辦 我不想生活都被他煎猴 挺煩惱的 我記得大概兩年前吧 我媽剛去讀國中 結果有一次我下課回來 我聽到嗯 槍林彈雨的聲音 啵啵啵啵 我打開門一看 我發現 我媽在打線上射擊遊戲 結果沒多久之後 我媽學會玩臉書了 她要交我臉書 我突然嚇一跳 怎麼辦 其實後來我發現了 同學 如果你發現你爸媽要交你臉書怎麼辦 我給你上中下三冊 上冊你就弄個假帳號嘛 然後主動交她臉書 主動交她好友 然後你每天就播一些 上健身房啊 去圖書館啊 然後播一些立志的文章啊 其實就 就安他的心嘛 這也是一種孝順的行為 那中冊呢 那簡單呢 你就弄一個 英文名字就好啦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 在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次 跟一群台北女生聯誼 那女生自我介紹 你好我Jennifer 你好我Jessica 你好我Mary 我們班的男生全變了 你好我David 你好我Telence 我找完面子 嗯 你就是變David了 你烏烈啊 你臭嘴啊 你巴拉啊 所以我覺得 你就弄一個英文名字 讓他找不到 OK 那下車咧 你直接封鎖他嘛 一了百了 但是其實咧 啊孩子 爸媽加你臉書 其實他只是想更了解你 更關心你而已 他其實沒有惡意 他也不是想要監控你 這樣 塞俊哲的同學問 啊在FB上面有很多的朋友 結果下了FB咧 都沒有陷阱咧 怎麼辦 挺煩惱的 FB上面有很多的朋友 下了FB之後咧 就沒有朋友 首先你要先確定 他是你的朋友嗎 你對他的了解 不就是一串虛擬的ID 跟一個虛擬的暱稱 其實當你走出 虛擬的網路世界之後 你就會發現很多很多的樂趣 那個是在網路世界裡面 你找不到的 你只能丟個訊息 然後等他讀不讀 等他回不回 不讀不回 那就算了 你可以當作他手機 掉到馬桶裡面去 啊他讀不回咧 你每天在那邊唸氣功 嗯 嗯 他可以這樣 嗯 同學 再怎麼樣 他做一個虛擬的世界 OK 你對他了解有多少 可是我知道啊 他讀台大啊 誰跟你講的 他跟你講的啊 如果要算 還讀哈佛 讀史丹佛 讀阿彌陀佛 讀密斯陀佛咧 同學那些都是假的 呂杰隨便PO兩張白宮的照片跟你講 我是美國總統歐巴馬 你信嗎 不要再當電腦前面的巨人 鍵盤上面的英雄 而現實生活的主路 走出虛擬的世界 尋找快樂的人生 阿彌陀佛同學問 第一次經見女友素顏 感覺中招了 清明節剛過 我看到了祖先 我看到了鬼 怎麼辦 語節告訴你 你該怎麼辦 恭喜你 恭喜 我說你不但同時擁有了 女友1.0版 以及女鬼2.0 G Plus威力加強版 你不請吃宵夜 誰請吃宵夜呢 其實我們 有時候你就回想 你讀大學的時候 OK 大一最多人追的是誰 最美的那一個 我是 通常偷拿你錢包那一個 後面三十幾個在追他 有沒有 賣照 有沒有 是來到大三的時候 通常最多人追的是誰 那個個性最好的那一個 你跟他永遠有化療嗎 你跟他有講不完的話 化療知道吧 各位同學 什麼叫化療 你得癌症就要化療 沒有化療 人不就掛了 其實有時候 找女朋友 或者交男朋友 跟你買電腦 買電視是不一樣的 你說我要這樣子的規格 我要一睛一目 然後你就把它帶回家 美貌跟長相 它不會永遠維持 愛你所愛 珍惜你所選擇 保持感情的熱度 陳薇軒妹妹問 男友愛手機遊戲 比愛我多 怎麼辦 挺煩惱的 那我就很問你了 你有比手機遊戲好玩嗎 你會變裝嗎 你會升等嗎 你能打怪嗎 你能升級嗎 曾經我跟老婆也吵架過 為什麼 有一陣子我迷上了遊戲 然後我每天回家就是打怪 練等級 就突然有一天 我老婆住在床上 她就開始哭了 我現在小弟姐在靠小朋友 我說老婆你怎麼了 他說你摸手機的時間 比摸人家的手還多 他說我當時難過 他說我老婆 漂漂亮亮的可可愛 她每天坐在那邊 我居然都沒有吉他吉他 我立刻衝過去把它抱起來 然後就把它的手放在滑鼠上面 我繼續打電動 我常跟學生講 我們要在平凡之中 製造一點點浪漫 這樣才會有增加你生活的情趣 打個比方吧 你每天喝綠茶 哎呀 煩了 那怎麼辦 換杯奶茶囉 這才是人生嘛 俄羅比亞厚問 辦公室的水水們 最近都在封微整形跟減肥 我也想做 但是怕落線 也怕餓 怎麼辦 挺煩惱的 如果說你想動 又不想讓人家看出來 那你幹嘛動 其實我常跟學生講 我覺得 外表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很多女生在追求紙片人的身材 什麼叫紙片人 我也是紙片人啊 我這樣子站我就變成紙片人 只是我是厚紙版 很多人追求S型的身材 我站這樣我也S型啊 但是呂捷有怎麼樣嗎 呂捷也是活得很快樂 當你勇敢愛自己 你所散發出來的自信 其實它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 這樣跳過